东博社综合报道,就划上日报消息,柬埔寨首相洪森28月纽约时间出席在联合国总部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,向世界领导人发表讲话,洪森表示,世界是一个脆弱,不可预测极复杂的地方,大国和小国都必须相互尊重。 洪森说,一些大国利用人权高于主权极致为幌子,干涉他国的内政,他提醒各国拒绝采取大方面制裁行动,趁这些行动只会顺害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关系,呼吁所有国家共同维护和加强夺边主义。 洪森说,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指导人民的繁荣方面,发挥着关键作用,只有通过建立协调一致的多边合作,包括对策和预防措施,才能对付恐怖主义,气候变化和冲突等威胁。 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,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,以及气候变化发与协定,是成功促进建立一个坚持以规则,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原则。 洪森还强调,柬埔寨完全支持联合国的全球领导,并致力于旅行共同的责任,建立一个享有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和平与公平的人类社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